油要怎麼挑? 今天來賣場教大家挑日常炒菜用油 看到油的貨架上有分成玻璃瓶跟塑膠瓶裝的 不管是哪一種都可以 不一定塑膠瓶裝的油就不好 但要注意不要靠近火源 避免溫度釋放出環境荷爾蒙 有些油有健康食品認證 加入植物固存的這種可以考慮 再來翻到後面的營養標示會比較準確 脂肪分成飽和跟不飽和脂肪 不飽和脂肪又可以分成單元跟多元的 標示裡凡是脂肪有出現數字的 我一律不挑 盡量選擇單元不飽和比例比較高的油 舉個例子 像這種單純只寫不飽和脂肪的 因為沒有辦法判斷裡面的多元跟單元的比例 所以我會先忽略 像這一瓶裡面脂肪有9.2克 其中8.5克是不飽和脂肪 代表它的油裡面不飽和占大多數 所以通過第一關再往下看 8.5克不飽和脂肪裡面 單元不飽和占了6克 大約是70.5%都是單元不飽和脂肪 有些廠商更細心 可以直接分成單元跟多元 這樣就可以判斷 把單元跟多元的加起來 再算出單元不飽和的比例 我會挑選單元不飽和比例比較高的油 有些包裝上 會直接標出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比例 或是有高油酸的油 通常這種單元不飽和的比例都會比較高哦 玻璃瓶裝的也是一樣 像這一瓶雖然是玻璃瓶裝 但是多元的比例卻比較高 你的炒菜運用跳對了嗎 留言告訴我哦